大家好,我是胖哥哥 今天我们来制作四川水煮肉片 猪里脊肉切片 切大约0.3多分的厚度就可以了 肉在还没有完全退冰的时候 会比较好切 水煮肉片是一道重麻重辣的菜 辣中又要带有香 我选用两种辣椒 一种用来增加它的香气 另外一种用来调节它的辣度 去掉辣椒地之后 用清水把辣椒清洗干净 锅子烧热把辣椒炒干 你可以用大火中火或者小火 随时变化你的火力 以免你的辣椒炒到糊润 把辣椒炒干之后放一点油进来继续翻炒 大椒炒香炒到表情有点变色 有一点点橙 和鸡状就可以了 然后再加入我们的花椒 继续翻炒 花椒炒出香气就可以了 你可以把所有的食材放在沾板上 用刀子切碎 这样就叫做刀口辣椒 今天呢我们用料理器来把它打碎 用刀口辣椒 可以一次煮多一点 放在冰箱冷藏 我们来腌制肉片 放一颗蛋清 给点盐巴 给点芡水 把它抓匀 蒜苗用刀子鸭片 斜刀切成段 切一点姜片 切一点姜片 蒜头切碎 再准备一些你喜欢吃的青菜 油热后先炒青菜 青菜不要炒的太甜 炒到断生就可以了 蒜苗和青菜可以一起放进来 好 草菜 草 monsters 黄套 放一点四川辣豆瓣酱 炒香炒出红油之后 倒入蒜头和姜 炒出香味后加水 水不要加的太多 水煮滚之后转小火 将我们的肉片一片一片的放入锅中 加一点胡椒盐 白胡椒粉 放一点点酱油 肉片炒熟就可以了 撒一些刀口辣椒 烧一些热油 嘉宾很多 介绍感受过 bueno 热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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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 热油 霹衣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